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第二段 第二段你一开始说 Of course, without action, my dreams are just castles in the air 这句话老师觉得还不错 那接下来的话当然很重要 就是你要讲你的这个 action 那你说呢这个 To fulfill my ambition 这边 fulfill这个字 老师可能鉴定要改一下 因为 ambition 好像不是用 fulfill 你可以想想看 好比说你可以用 achieve 你可以用 attain之类的 I will require 这边的话呢 不是 I will require 你可能是 I will need 因为 require 的话是要求的意思 是比如说 你去要求某某人要有什么东西 你需要求某某人要做什么事情 那这边的话你是在说你自己需要 所以其实你可以说 I will need not only industriousness industriousness 你看这个字不是那么长 念起来就已经有一点卡卡 所以我想你要指的是 industry 对不对 或者是其实老师倒是建议你用一个大家比较一般会用的字就是 diligence 其实 diligence 就可以了 but also courage and creativity 那这边的话你提到 steve jobs steve jobs的话他是一个发明家吗 好吧算他是 冥想算他是 那他有一个好处 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是大家都知道的人 家喻互想 那你说 steve jobs can serve as my role model 很好 I need his vision and his attitude okay okay 好那这边的话 你说 his attitude toward quality of high-tech products 指着是什么呢 好 这第一个这边的话有 the quality 好那再来的话你这边这个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quality of high-tech products 可能要再讲清楚一点 到底这个 attitude 指着是什么 okay 好anyway 这边你可能要加一下 好再来的话你说 I may encounter predicaments in the process process 这个字拼托啦 再确定一下 of the designation 呃 这边这个 designation 好像用了一点怪怪的咧 你是不是再确认一下 designation到底是什么意思 okay therefore I must have the capability of tackling formidable and arduous tasks oh big words formidable arduous 但是都用的还不错 okay 好 但是这边你可能要想一下 因为你这边讲的都是很抽象的东西 到底什么是 arduous tasks 到底你会遇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predicaments 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有比较具体一点的说明呢 aditionally 除此之外 I hav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business and family 那老师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这边这个business and family 去strike a balance 你的 你的 role model 是谁 是steve jobs 还是有别人呢 因为这边好像要跳走了 事实上呢其实你从第一段跳到这一段来就好像有一点那个 因为你第一段其实你讲到说要当一个成功的实业家 要当一个这个计设计产品的人 但是其实你没有讲很多 其实你没有讲到细节的部分 马上就跳到所谓的family的部分 然后这边又立刻从family的部分又跳回来 你要拿steve jobs 来当做这个role model 好 然后蹦一下呢又跳到这个business and family 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说你可能选一个就好了可以吗 就是不要选太多 然后一直跳来跳去 然后都没有讲清楚 这样子的话会有点怪怪的 ok 好 他说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回来 因为刚才等于说我先稍微跳开讲一下你整体的一个问题 抱歉 那我们再回到这句 Additionally I hav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business and family So it's important for us 这个us到底这是谁 为什么这边会冒出来一个us ok 好 所以这个要思考一下 到底你的us是谁 因为你前面完全没有提到我们 到底我们是谁 to manage time effectively ok 好 那这边先把这个us解决 这样这句话的意思才会清楚 那 接下来你说all in all ok 好 这个也是应该是 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不喜欢老师教的吧 If I want to realize my dream I need to stick to my goals No matter what setbacks 好 这边好像同学很容易 因为可能你遇到no matter的时候可能都是翻译成无论 所以你就 就无论 然后无论到底是无论如何无论什么 那个后面怎么就不见 记得这个后面要有啊 No matter what setbacks I face 好 那这边当然其实一个有一个蛮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你从这边开始你是在做结论对不对 好 那做结论的地方的话应该是总和 总和你前面讲的话 要注意到 因为呢英文跟国文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国文好像很喜欢到最后忽然长一个尾巴出来说教 但是呢英文呢你就是把前面的东西总和一下就好啦 所以你这边这个all in all 既然是all in all 的话应该是总和前面的东西吧 那怎么忽然又冒出来什么 什么stick to my goals no matter what setbacks I face 感觉上呢有点跟前面的有点不搭嘎 因为你前面既然是讲说 当一个好的发明家、实业家 还有呢能够兼顾家庭 其实后面就讲这个就好了 那至于说setbacks 你前面没有讲到setbacks 不是吗 这边忽然这样讲其实有点点 有点莫名啊 ok 好来最后我们看到最后一句 do my best 嗯这边你要想一下 当你用圆形动词开头 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句 哎我们说这个叫做所谓的imperative 其实句 其实句的对象是谁 是you 你知道吗 the that 比如说你说 sit up sit down stand up 这个你的那个对象都是you嘛 所以你这边说do my best 到底你是在跟谁讲 要不然的话你就说 I will do my best 这样吧 ok and my dreams 嗯这边这边这边脑子有点隐磨 如果这句话是彼此 可能你在想清楚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说 你应该是只说 就变得很接近了吧 这是中文的说法 ok 这是中文的说法 那你如果说几乎就已经是唾手可得了 但是呢 英文的话你可能就会说 and my dreams will eventually come true 对不对 如果你说到最后终于会那个 因为你就是越来越接近 对不对 好 那这句话呢 可能可以像老师讲的刚才那样子改一下 或者是你还有别的一种想法 但是呢 你这边写的这个是一个比较中文式的说法 要考量一下 ok 所以如果以刚才之前我做的一个题目分析的话 可能 我是觉得你这边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你不过是180个字到200个字左右的一个文章 那我是觉得说你设定一个目标就好了 ok 那也许大家一般来讲的话当然会觉得说你文章里面一定要讲到说 做一个完整的人的话当然你说你的事业你的家庭的各方面都会有 但是你文章那么短的话呢 你又要有兼顾到这个内容的深度的话 我会建议其实你把一个点把它写好就好了 这样子会比较突出一点 ok 好 那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你至少你在讲每个点 比如说你在讲你要当一个成功的发明家或实业家 你要先把它讲完 你要先把它讲清楚 比较不要避免跳来跳去吧 因为我想你可能是因为怕篇幅不够或者是 篇幅不够你写 或者是时间不够 所以你就一直在这些点里面跳来跳去 但是这样阅读的人其实看了还蛮摸不着头脑的 所以老师会建议你说呢 最好是先把一件事情讲清楚 然后再往下讲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ok 那如果你想要修改修改的话呢 那你就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篇文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的 没有问题的 好那所以这篇文章的一个说明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